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老師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一直跟我說 他覺得他很命迫 誰又降落豪門 然後誰又很幸福的感覺 所以他想降落豪門 他沒有這樣直接說 可是他就充滿了一種羨慕的感覺 所以很多人都很羨慕 就說不勞而過 好像是 可以這樣講嘛對不對 觉得这样很好命 其实这个重点就在这边 什么叫做好命什么叫做坏命 那我问你什么叫好命什么叫坏命 就有人养衣食无忧 最好工作不要太辛苦 然后收费 但是工资却很高 对比如说钱多事少离家境 对然后位高权重者任期 很好很好 午觉睡到自然醒 有这么长吗 天灵到手抽筋 一般人心目中所谓的好命就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就在讲命理中 怎样叫做好命 对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而且我们都非常有兴趣知道 对 要幸福第一个要有钱同意吧 对 基本上要有钱嘛 不能太没钱嘛 对不对 依据我的经验 命理中会有钱的人只有两种人 会有钱的只有两种人 有这两种可以算得出来 对 是哪两种 第一种人就是很苦的 很辛苦 很辛苦 对我可以讲一句实话 我客户中到目前为止 我所算过的 我算过的魅力 我想没有到万至少也有个5000以上了 会有钱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说日主若宅走财官运 或是日主望走财官运 走财官运是什么 或者是日主望走时尚上官去生财 嗯 要不然就是时尚至上 我们知道时尚上官是一个做事情的努力跟动力 对对 亲自动手去做每一件事情 嗯哼 这些人辛苦辛苦 感觉蛮辛苦的 这些人都是苦过来的 另外一种人 富二代 通常富二代的八字中会有一些表示 表现 譬如说他会印比较旺 嗯 我们上次讲过印是什么 福气 天上掉下来的福气 我们要算 一个人什么时候有偏财运 什么时候会有天上掉下来的钱 要看他的印 嗯哼 譬如说有些人 你看他小时候走官运 嗯 但是12岁之后突然之间那个运是转到印 嗯 然后我就推算 12岁之后家里经济环境开始改善 通常都是对的 嗯哼 当然又一种富二代 他虽然是富二代 但是他的那个八字中一直没有走应运 那就是父母亲对他管理比较严 不会给他任何其实经济上的依靠 哦 在训练他 在训练他对 你刚刚讲第一种人特别令人觉得很惊讶 是 嗯 那我们就想嘛 我们大家很多人在工作嘛 对不对 嗯嗯 那工作的时候怎么样的人会容易得到老板的忠实 嗯一定是努力的人啊 对努力的人啊 嗯或者是对公司有贡献的人啊 是是 那努力也要努力对方法啊 对 所以我们会讲说八字的结构的完整性很重要 譬如说如果你是日主过弱而才观过旺 其实会很努力很努力 但是可能努力的方法会不太对 所以观旺要用印 或者说八字中观煞很旺要时商去治他嘛 嗯 时商也是一种方法嘛 嗯 这就是命格嘛 但是不论如何 有一个前提 嗯 就是你一定要努力 而且努力的方法一定要对 嗯 所以要有钱哦 嗯 其实要不然就是你在工作中也很好的表现 光靠领工资可不可以领到很有钱 嗯 外商公司应该可以啦 本土也可以啊 哦也是 对啊像我的 以前我的学生他们那个夫妻两个人加起来领到年薪台币一千万的都有啊 嗯 对啊很多啊其实很多啊 对 那如果在大陆我有很多客户也是年纪轻轻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他每个月底的VB20万那都是零花钱而已 嗯 那他们还要找您算吗 那他们怎么算啊 所以他们很辛苦啊 嗯 他们的每一个决策都很重要啊 他只要一个决策做错了 他可能就没有了啊 哦 所以这个压力也很大 对 所以人家的有钱是靠着承受很大的压力 简单讲钱是拿命去换来的 嗯 有另外一种人就是叫做富二代 嗯嗯嗯嗯 或者是加入豪门 哦也算是 对 所以我刚刚讲了富二代应该命中印比较旺 或者是至少走印的运 嗯嗯 加入豪门也是哦 嗯 他要不就是命中印比较旺 要不就是他有一段时间走在印的运上 嗯 你觉得印很好吗 很蛮好的对不对 蛮好的 对 对 对 感觉蛮好的 刚不用努力就有钱跳下来嘛对不对 对嘛 然后还可以躺在沙滩晒太阳嘛 对对对对 然后还可以追努力 对对对对对 老师都知道 对 在想什么这样 对但是呢 我跟你讲 世界上所有的五星 他都一定有人胜他 也一定有人可以克他 哦那克印的是什么 克印的就是财 哦 对 印也会克别人哦 哦那印克谁 印克时神伤官 嗯哼 实际上话是自由自在 嗯哼 你幻想中有了钱 你就可以自由自在的去下品 去追蝴蝶 嗯哼 怎么可能 所以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 那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哦哦哦哦哦哦 只要有印他就一定会去治你的实神 也就是说 只要你接受别人的帮助 你就一定要被别人管 父母亲给你钱 他就会管你 所以很多人觉得 哎呦 拿了父母亲的钱 然后就一直嫌父母亲不好 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 杨妮小孩对不对 哦哦哦哦哦哦 你会不会要求他 会会 你有没有可能一直给他钱去不 就不管他在干嘛 不可能 那你会不会给他钱之后 还让他去追蝴蝶 这样好好念书 嗯 不可能嘛 不可能 那另外一种 那我们就嫌个有钱好 老公好了 好 嫌个有钱老公 又就是印嘛 对不对 印会压制他的实神 会化他的官杀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不用努力 所以很多人就嫌了一个有钱老公之后 或者是老公蛮有成就的 至少老公很照顾家庭 不一定老公多有钱 但是至少很照顾家庭 然后衣食无忧 不用烦恼什么 是 在家里就做家庭主妇 嗯 偶尔还可以出去购物 跟姐妹一起购物 嗯 你觉得好不好 蛮好的 蛮好的 你觉得这些人有没有烦恼 应该还是有吧 什么烦恼 嗯 我不知道 好我告诉你答案 嗯 因为我接触客户实在太多了 不是 对 这种人的烦恼就是 觉得自己没目标了 哦 那自己没有生活的重心 对 对 怎么不能一天到晚购物 喝下午茶 但这不就是你们追求的吗 哇塞 对耶 所以我告诉你 真的 八字中 所有的五行 为什么我所有设计五行 每个五行 都一定有克星 为什么每个五行 它都一定有相生的东西 嗯嗯嗯嗯 所以所有的五行 没有一个东西是绝对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拜拜 你想要有钱 只有两种方法 一通是父母给 但是你要被压抑 或是老公给 但是你必须感受这个无聊 嗯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